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他們說到 終於被他們發覺了 這隻牙原來可以動 那個歷畔龜拿著兩條石頭一咬 中間就裂出了一個洞 是可以爬得到人進去的 歷史艦就很開心 他看著這個洞雖然爬得到人進去 但是都很窄的 他就說 我的身材比較小些 我首先爬進去 講完他就很小心 慢慢爬進去 在裡面跟著說 你們進來吧 這裡沒事的 金世維就心想 以我的功夫呢 我都勉強進得到 但是他那一叔 是惹人來的 腰粗綁闊 然後就說 我一陣子進去 你進不進去 誰知道這個島都未講完 有個歷畔龜 哈哈哈哈 你又堅禍了 堅了 講完他伸了伸了伸了 深深吸淡氣 哇 立刻看到他周身的骨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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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的身軀 越縮就越細 縮得像小朋友一樣 輕輕一雪 就進了個洞裡面 哇 這一爺嚇到金世維 他就知道有種功夫 他就縮骨功 平生他聽得多 見到是第一次 他很佩服 他心想 他們立刻的功夫 是喬北銘傳下來的 當時喬北銘還未曾到海外 功夫上面達到登峰衝擊的境界 傳給立抗天 也都不是他全部的武功 但是看看立盼貴懂得的功夫 已經是這麼奧妙 如果他真的找到他的武功秘笈 哇 內眾都不知道有多少難以想像的奇妙功夫 如果有誰練成之後 哼 世上無敵手了 到最後 金世維怎麼都要進進去 他就非常謹慎 最後都被他進了 但是呢 免不了拆傷了很多皮肉 進來之後 力盼貴就笑著說 哈哈哈哈 唉 你真是蠢 早知如此 我先教會你學這個殊古奇功 以你的內功耕蝶 三天我幫你學會 做吧 這個動物呢 入口處很窄 但裡面都很闊的 力盼貴又點著了一隻蟲子 三個人小心翼翼翼 一步步走 心想 咦 當年橋北銘 這裏會不會又撤落了機關重重呢 誰知一路走下去 竟然毫無阻礙 真是倍感意外了 其實都沒什麼意外的了 你能夠來到這裏 你已經不是一般人了 不斷三個走一旦 突然間眼前一亮 力盼貴大聲地說 哈 你怎麼看 公之人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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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盼貴一望 跟著說 是呀 這把弓是什麼來的 這麼大的 西圍哥 你有沒有見到這麼大的弓啊 金西圍走近一看 只見他石壁上面打橫生了一條石筍 石筍上面掛著一張大弓 真是大到平生沒有見過 力盼貴手亂拿著火把就說 這麼大的弓 甚至你是拿得不動 師衛 你能拿出來看看嗎 金西圍跟著走過去 雙手抖一抖個弓 而是個大吃的驚 先前他都猜到這張弓這麼大 一定都很重的了 但不只為搖他不動啊 是不是 大家輕輕動一動 他根本推他不動 但是 在那個盼貴面前他又不衰得 他混了全身弓力 全身汗出光 才把那張大弓拿了下來 一拿下來他覺得 哇 冰涼涼的就說 哈 啊 你這樣說我就用白玉做的 力盼貴摸著摸小子說 呵呵呵 玉倒是玉 但是不是普通的玉石 這是海底的寶玉 我父親以前潜入深海 五億之中 曾經得到兩小塊這樣的玉 比同樣大小的石頭要種一杯有多啊 這個弓 是絞尖做的 是非常難得的東西啊 那他所說的絞根就是說 其實那些龍根沒有的 就是說很珍貴的意思 歷姓藍都說 嗯 真是奇怪了 這麼大的玉弓 欺世之寶啊 世衛啊 如果我們將他揹回大陸 一定轟動武林啊 呵呵 誰有本事洗這張弓啊 就是我揹得到他啊 恐怕不走夠十步啊 背脊骨都給他摘斷啊 講完的事啊 拉一下這個弓圓 他有支圓在那裡 用了十成的氣 只是拉了一個半圓的新月營 你是想拉到一個弓圓滿月啊 怎麼都做不到的了 歷姓歸就說 你不行啦 等我來試試 然後把火把交給歷姓藍 他在今世衛手中接過那種玉弓 嘩啊 出力一拉 嘩 把那張大弓拉滿 今世衛稱讚說 嘩啊 叔叔你真是天生神力啊 歷姓歸 放下了 又是嘩啊 又拉滿了 跟著嘩 又放下 雖然拉了兩次而已 但是微微氣喘 跟著 在懸掛玉弓的那條石筍下面 並排擺著三支長箭 歷姓歸就放下大弓 拿起一支箭來看一下 箭的形狀都很古怪 箭頭的開叉 跟普通的箭頭大不相同 第二支又是這樣 不過開叉的形狀呢 稍為有些分別 他就很奇怪了 他說 喬祖師當年做這個大弓 不知道要拿來做什麼用 以他的絕世神功 打算就算有什麼 兇猛的野獸 也打不過他 何須用這副弓箭呢 歷姓南突然說 你們快點看 這裡還有一件寶物啊 金世維跟著他所指的方向 看過去 只見地上有一團 霧著青光 照著他一條不知什麼的 大家都注意 公就沒有留意 現在聽他這樣說 金世維走前一看 哦 原來是一把寶劍 正是發著青光的 金世維正說有個教訓 不敢輕易拿那把劍 跟著一運氣 用了十成的力氣 把那把劍一斥 但一斥呢 他幾乎踏低 不是那把劍太重 而是太輕了 拿在手裡面輕飄飄 直接好像蟬逸一樣 他是用了十成的力氣 向上一搓 誰知輕得他幾乎站不穩 向後摸了兩步 幸好沒有摸低 如果不是收家了 歷星藍馬上說 你...你怎樣啊 沒什麼 這把劍這麼香的 講完 他把劍輕輕在燒裡 拔出來了 一拔把劍出來 黑暗的石窟裡面 馬上現出一道青光 這道青光 將三象之內的劍都照得清清楚楚 不用說這又是一件稀世珍寶 這次連歷盼歸都不知道是用什麼金屬做的 金世維拿著這把寶劍 對著一個石筍 輕輕...不知道他斬不斬得 輕輕輕輕的 一塊石筍十一箱被削斷了 這麼厲害的 他拿著一把劍 再向他的石筆輕輕一刺 哇...馬上那些石筆 整把劍進去成村牆 拔出來看看劍風絲毫無損傷 金世維就狂起了 哇...寶劍啊 這把寶劍啊 比唐敬天那把游龍劍還要鋒利得多啊 講完又向他的石筆輕一揮 整塊石筆被他斬到飛起 歷姓藍就笑了 你的拐劍在海裡面丟失了 這把寶劍正適合你用 不如你就拿去用吧 我不擔 這個是你家裡家傳的東西 我怎麼可以用呢 講完把劍雙手打回歷盼歸 歷盼歸雙眼一掘 妹妹笑著說 呵呵... 世維 你是我的子女婿 也算是我這家的人了 這還分什麼你我啊 我有家傳的獨角同仁 無需用這把劍 你...留下用吧 金世維心裡面當然狂起啦 但是他實在不想多受歷家之恩 但是被他這樣說不要呢 又把推遲引起他的疑心 怎麼想深層不是的 我現在做他女婿自己家的了嘛 你說不要怎麼辦 我唯有呢就收下了 歷盼歸講了 嗯... 蕭祖師把這兩件寶都藏在這裡 我想... 武功秘笈一定是藏在這裡 怎麼繼續好好地找找 金世維想一下 如果真是找到喬北明的武功秘笈 那真是勝他這兩件寶物 百倍千倍 即使三個人精神鬥手繼續找 幾乎把這個石窟反轉過來 找了很久 每一個洞洞的又拍又禁又叫 始終找不到半點埋藏的跡長 今世維也拿把劍 向兩邊的石壁不斷刺不斷刺不斷 其他幾十個地方都沒有中空的地方 歷盛藍就說了 不用試了 我估計喬祖師 如果他真的把武功秘笈在這裡 他不會讓我們隨便盲摩盲撞都找得到的 嗯 不錯 喬祖師當年留下圖畫 指引咱們進這個石洞 這兩件寶物 都肯讓我們隨手可得 如果武功秘笈埋在這裡 想來他會在畫上留下標誌 來來來 把那個畫拿來 我們再好好看看 跟著三個人對著他的畫 左看右看 回來覆去研究半天 總是找不到任何記號 也看不出什麼道理 今世維就說 據說 喬北銘當年曾經對那個偶爾飄到島上的海客 許了諾言 如果誰能夠把他的遺體運回故土 他願意收這個人做格勢弟子 壯令上人在波斯得到這本海黑的日記 因此才來找我跟他合夥 那如此看來 如果有武功秘笈的話 可能會跟他的遺體埋在一起 你想想 他當年孤零零一個人在這個島上 如果死在這個石洞裡面 肯定沒有別人跟他埋的 這個石洞 毒蛇猛獸是不可能進來的 雖然過了兩百多年 至少應該留下一些殘骨 或者其他遺物 那現在這個石洞乾乾淨淨 找片骨頭都找不到 只說他的遺體肯定就不是在這裏 歷畔歸就大為失望 想不到找了幾十年 剛剛有少少苗頭 又沒有了線索 現在又要再費心機去找橋北美的遺體 去哪裏找 歷姓南就安慰他說 雖然找不到武功秘笈 但是找到這兩件稀世之寶 都總算不虛此行 這些人外面天就入黑 他們就決定在這個石洞裡面過一晚 半夜時分 隱隱聽到下面金毛孫的叫聲 歷畔歸又擔心 他們在森林裡面遇到孟神通 不斷在叫 所以一夜就沒有睡好 等到第一天蒙蒙光 他們三個趕快趕回落山回家 在離家無遠的山坡上 他們發現有一頭死了個老虎 歷姓南就說 哈 原來是金毛孫自己出來尋射 你看這隻老虎的老水 都被他吸到乾乾淨淨了 歷畔歸又擔心就說 嗯 不對 金毛孫左腕的叫聲很古怪 而且聲音帶有些恐懼 這頭老虎絕對不會令他恐懼 再走一陣 在松林裡面 又發現另一頭炮 頭殼就很完整 但是頸就齊齊齊咬斷了 一看就知道是被武林高手 用重手法扭斷 那島上沒有別人 武林高手一定是盲神通他們做的 歷畔歸一看就火鍵就說 蒙樓子好彈彈 不然 住眼間做到這裡 歷史性男的心裡很細心 他就想了 難道他發現了我們居住的地方 而且一直在暗中偷看 現在知道我們離家外出 偷偷地在你附近出沒 不行 他覺得這個壞人一日不除 始終都是個窩害 他將這個意思對金世維說了 金世維就覺得 歷史性男可能想得過多 自己這邊的實力遠遠比他們強大 地形又比他們熟悉 估計不會是這個原因 就算他們真的找到來都不怕他 三個人在中空的大樹捨回到地上 入到洞窟裡 歷畔歸又仔細檢查了 沒有外人來過的跡象 笑著說 哼 他們可能是偶然到了附近 他要敢進我這個洞 我求之不得 就算我不在家 遞到你的枝關 也可以把他困死 入到洞裡見到歷畔歸他媽 老人家的眼睛盲了 但聽力特別好 他都說昨晚聽到金毛孫追逐野獸的聲音 但還沒聽到有人走近大樹附近的聲音 歷畔歸又把那兩隻金毛孫叫了出來 只是看他們兩個都沒有受傷 估計是孟神通來過 但撞到金毛孫就嚇到走開了 第二 他們把圖畫又是重新從頭到尾看一次 還是看不出什麼道理 第三天 歷畔歸又帶著金毛孫去找孟神通 今世為就留在家裡練那個縮骨功 因為歷畔歸又把口訣傳給他 他只是練了兩天 在這一天 歷畔歸回來的時候 他已經練成縮骨功 歷畔歸聽他叔這次回來面有起色就問 怎麼樣叔 是不是發現孟老賊躲在哪個地方啊 這個老賊狡猾狂的狠 不知他用什麼辦法 连金毛虚人闻不到他的气味 但是我虽然没有发现这个老贼 但是 我另外发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东西啊 灭烟里干 侍卫 你赶快把那个图画拿出来 我们再看看 立盘怪这几只图画 画上这个巨人 是用大弓来射这个火山 我就猜想 武功密集所藏的地方 或者和这个弓箭所指的方向种关系 今天我到那个巨人峰对面的火山看了一下 有一块奇形怪状的岩石 似乎和画图上 箭头所指的那块石头很像 现在仔细看过 果然是具体而细微 真的是很像耶 他这样说 今世为力胜男 开心到两个真的抱着跳起 唉 今次直至可以找到武功密集了 各位 是不是真的找得到呢 找的过程当中 又有什么景观呢 欲知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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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说